所以这个 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然后要有很好的生产力 这对神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就是 当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 我们就很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组织 可以达到这几个目的的 我们就会有这个交易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这可以让我们可以彼此合作 然后就让这个生产力增加 然后可以产生很多的这个结果 我们也会产生出这个系统 我称之为门徒的系统 我们会训练 我们会装备 我们会发明 我们会做研究 好让我们可以扩张 那最后呢 就是一个治理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所以好让我们这个生产系统啊 可以有秩序 可以有正义 并且是可以 是有个很好的规划的 所以我就把这些系统 称之为GDP 当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 当他跟亚当夏娃在院中行走的时候 他要的 就是一个GDP系统 好让他们可以生养众多 那神呢 就是这个治理的系统的头 我们的命定 我们的命定本来是要有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里头是有这个GDP的系统 然后这个国度的头是耶稣基督 好让他的政权跟他的平安 是可以加征无穷的 好让天与地 能够像在伊甸园那里 是被连接起来的 可是因着罪 魔鬼就把这个毁坏了 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有这些GDP系统 因为在我们的基因里头 我们就是有神的形象 要我们去生产去增加 我们还是有这个一二八议程 只是今天这个GDP系统 不再是由耶稣来掌权 那很可能是我们 甚至是魔鬼在掌控这个系统 所以去建立神的国 我们需要建立神国的GDP 基督最热切的盼望 就是要看到神国的GDP被恢复并且扩张 所以现有了这个GDP的观念 我就可以开始给大家建议 一个国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感谢观看